十三爷 您来了 行了 打规矩免了吧 进来吧 坐吧 爷 真没想到 您老人家到奴才这地方来了 有什么事 带个信给奴才 不就得了吗 这么热的天 把您给累坏了 奴才可不是天大的罪过呀 就冲你这张小瓶嘴 爷头我也愿意来一趟 对吧 这是什么 奴才的女人从家乡来了 带的枣花黄芹茶 野味 让爷尝个心 爷要是尝不惯呢 我给您换杯雨前 爷您坐着 我给您换杯雨前去 不用不用不用 就这个就行 我尝尝 张嘴 你怎么一见面就跟我诉苦 什么叫王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爷圣民 奴才的爹 早先呢 也在爷府上当差 托爷的福 原本也攒了点钱 在家乡 治了两省地 没想到 一半让黄河给冲了 另一半养命的地 记名在当地 陈老太爷的名下 原想 除他家是个官宦 可以少交几颗黄粮 没想到 陈老太爷一过世 他家大少爷就不认账了 没了奴才家的地 这不 奴才的女人 护着老爷子 拖着几个孩子进京来了 奴才也就每个月 五两银子 连个住的地方 都治不起啊 那明儿叫你爹到刑部 去看库房 这样 每个月的银子 也是 五两左右 再加上 小费公刃 这样呢 一个月 至少也要有 十两银子的 进下 爷 您不是拿奴才开心吧 我说温宝生 你可真会扯淡拿你 你十三爷 什么时候说话不散说了 你看 我分车胡同那儿 还空着一个四合院呢 闲着呢 也赏给你了 哎呦喂 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地藏王菩萨 怎么叫奴才 摊上这么一个菩萨主子呀 行行行 起来起来 别练佛 我问你 郑昆华是在这里面吗 这 我想见你的 这 其实这事 不是我 我 怎么了 爷是不能见他 别人来了不行 爷您来了还不行吗 我给你带路 这不就结了 走着 哎呦 我的贵妃娘娘 这一上午 你就洗了这么点衣服 啊 要不要农塞给你打扇垂背呀 你怎么 还把你的娘娘派头啊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爷 请 呦 文大爷来了 我催你祖上十八辈的贱奴才 见了十三爷还大大咧咧的 你那张臭嘴明天不想吃饭了 是 你 替他洗衣服去 不 十三爷 我做的孽 我应该受 他多骂我一句 我的孽就少一分 我多洗一件衣服 我来生的罪孽 就减一分 还不快滚 等着领赏呢 愣着干什么 快出去 等着领赏呢 走走走走 快快快 走 快点 你跟我来吧 太子爷 让我过来看看你 太子爷他 他还好吗 怎么 你什么都不知道 奴婢待在这个地方 能知道什么呢 告诉你吧 太子爷他已经复位了 天啊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你是不是觉得 太子爷赴了位 你也就熬出头来了 我终于熬出头了 我终于可以无牵无挂的 去见我的爹 去见我的爹 和娘了 你的爹娘在哪呢 在天上 你想死 是 我原本就是多余的人 多余来到这世上 可我遇见了他 可我遇见了他 当初 我不敢死 是怕他说不明白 是我勾引他的 我早就是该下地狱的人 老天爷 现在太子没事了 你就饶了我的罪过 能让我到天上 见见我的爹 和娘吧 靖长 你不能死 我也不能让你死 我可以把你救出去 我可以帮你平平安的 过下半辈子 我不准你死 爷 您话说完了 爷 您的脸色怎么这么暖 是不是中暑了 听着 我要救他出去 爷爷 你这不是要奴才的命吗 照听着 照我的话做 你就不会有事 这有一天药 叫龟血来西散 去 给他喝 爷爷 爷要他死 放屁 听着 这药如果喝下去 就跟死的一样 十二个时辰 他会昏迷不醒的 你抱他个暴病死亡 然后把他冲到左家庄化人厂 那边的事我都安排好了 明白了没有 爷 这 告诉你 如果这件事办好了 我赏你五千两银子 五十场地 遭漏了风声 我把你脑袋救起来 你去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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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春华死了 新扯雇今儿报来的 说是暴病身亡 暴病 他人呢 人已经拉到 左家庄化人厂了 啊 这么快 这事 有可能是老师三干的 听我在那儿的眼线说 老师三前个下午 去见了郑春华 两个人嘀嘀咕咕地 说了好一阵子 到了晚上 那个贱人就死了 不是他 贪吃谁 老师三也干这种事情 还什么狭王 呸 他还不是在替老二作孽 告诉你们吧 前个夜里啊 老二去老师三那儿 慢慢慢慢 让我想一想 这个事透着血 这么长 你马上去左家庄化人厂子 八哥 照我说的去做 记住 是不是郑春华 你一定要看清楚 好 去吧 八哥 这么个不要脸的贱女人 死了不就死了吗 范子佬有这么上劲吗 八哥 这么个不要脸的贱女人 我看你不是为了这个女人可惜 而是可惜少了一个对太子的制约 没想到让老二抢了先兆 这里面肯定另有原因